能够相信 我们做的这些晨起 做的这些样子 榜样 大家看了 确实有所启发 化解这些自然灾害 特别麻烦了地震 海啸 现在 科学家告诉我 南北极的冰快速的在融化 地球上的水位上升 连海的都市都要淹没 科学家束手无策 这个 无声献献有办法吗 给无声有 只有你不相信 你要相信 他就有效果 你不相信就没法刺 佛家解决这个问题 两句话 勤修戒定会 熄烈贪嗔痴吃 你看多简单 这个灾难怎么来的呢 水从哪里来的 水从贪安局里头来的 我们把贪 放下 水灾就没有了 你比现在贪安 现在人的贪心 比起五十年 你说增加多少倍 比起一百点 那更不得了 愿望上去 你看人的贪心 它小不大 现在这个碳 达到爆火点了 所以海水要上升 落地要被淹没了 就这么道理 地球温度上升 发脾气 我们这个地球上居民 再不发脾气了 地球温度就不会上升 就会下降 贪嗔痴吃 吃是风灾 愚痴是风灾 傲慢是地震 佛法讲 阴难 这个自然灾害的阴 贪嗔痴慢 这个东西 你要是把它控制住了 把它降温了 这自然灾害就少了 这话有没有可求根据 现在人相信可求 不相信圣神的话 你看糟不糟糕 所以佛法的时候 把怀疑的乙 也定做根本烦恼 叫贪嗔痴慢 乙 无毒 所以昨天 我们在学会跟大家谈话 我只谈了两句话 一个小时 我让大家好好去记住 孔子 释迦 他们真正做到了 数而不足 幸而好苦 这八个字 你要是真懂得了 你就认识孔子 你就认识释迦 他们对古生献献东西 一点怀疑都没有 信了 喜欢了 为什么 古生献献从自信 就录不出来的 所以说 数而不足 孔子讲 他一生 没发明 没传统 他所说的 所学的 所修的 所教的 所传的 都是古生献献东西